嗨,大家好,欢迎回到这个YouTube频道,我是姜炳姿 今天这支影片要来和小姜炳分享 我在2023年上半年完成的一些事情 因为今年第一次尝试了12周年计划 就是把一年拆成4个12周 然后把一年的大目标拆成4个小目标 分别在这4个12周执行 那录这支影片的时间刚好是6月底 我也执行了两个12周 所以就很适合来检视 12周年这个方法 有没有真的帮助我超我的长期目标前进 如果有,我就只需要继续按照计划执行 如果没有,我可能就要调整我的计划或者是目标 那如果你还不知道什么是12周年计划 可以点击上方的链接去观看 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首先打开我的Notion 可以看到我的2023年年度计划 一开始是愿景的部分 那我们就回顾一下之前写下的愿景 那第一个问题是 如果我持续现在的生活 5年后我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 那我的答案跟年初一样是没有变的 就是5年后我当完住院医师 然后刚升上主治医师 可能会继续留在现在的医院工作 或者是到其他医院 但不管怎么样 每天的生活都很固定 就是查房 看门诊和做检查 然后晚上回到家做自己的事情 就是一个很稳定的生活 感觉没有什么特别的 那第二个问题是 我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 也就是我理想中的生活是什么样子 那这个我就有加入一些新的想法 像我原本的生活是想要成为数位游牧者 Digital Nomad 就是只要带着一台笔电 就可以远端工作 不需要受到时间和地点的限制 这样我就可以去环游世界 但是在今年5月的时候 看到了Mark Manson写的这篇 The Dark Side of Digital Nomad 就改变了我对理想生活的一些看法 所以我就有在这边加入一些新的想法 作者Mark Manson说 很多人会羡慕数位游牧者的工作和生活形态 觉得他们可以不受地点限制的工作 然后在自己喜欢的地方 做自己喜欢的事 感觉非常自由 但是大家都没有注意到 数位游牧者最大的缺点就是 他们很孤单 因为他在这几年造访了20几个国家 参加过太极马哈林 万里长城 马丘比丘等世界奇迹 虽然看了这么多美景 但是所有这些活动 都是他一个人自己去的 因为没有人跟他一样 有这么多的时间和自由 这让他体会到数位游牧者过多的自由 换来的却是个人的孤独 这让我想起之前COVID-19确诊 在家隔离一个礼拜的时候 当时我有很多时间进行创作 或者是做我想做的事情 前几天都还蛮开心的 但是到了第四第五天 我开始有点失去动力 因为除了跟我妈说话 还有用LINE跟几个好朋友聊天 我大部分的时间都是一个人 安静做自己的事 就突然觉得有点孤单 我那时候想了一下平常在医院工作的日子 虽然常常觉得 哦 每天都要好早起床 然后工作很久 就觉得很累 但是想到可以和同事见面聊天 其实还是蛮开心的 我才意识到 比起成为数位游牧者 独自工作 拥有一份正直工作 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因为数位游牧者的生活形态 看似自由 但隐藏的孤单却是很少人注意到的 所以最近重新思考了我的理想生活 发现我更向往的生活形态 其实应该是在拥有正直工作下 同时经营一个自己有兴趣的副业 因为正直工作让我能维持 每天规律的生活作息 和与人互动的机会 才不会觉得孤单或失去动力 那同时它也提供我稳定的收入 让我不需要为了赚钱接 自己不喜欢的业配 那YouTube这个副业 则是可以让我随心所欲的分享 我有兴趣的主题 让生活不再只限于工作上枯燥的事物 而是变得充实很多 那以上就是上半年来 我对于理想生活产生的一些心境转变 就没有想到才过了半年 我就对未来的生活有不同的想法 所以写下这个计划的好处就是 它让我可以清楚看到自己的想法 随着时间变化 就还蛮有趣的 那接着是12周年的目标资料库 那我今年帮自己设定要达成的目标是 制作48支YouTube影片 然后撰写48篇姜柄小时电子报 还有建立Notion的高校工作线上课程 跟深蹲100公斤 然后硬举原本是150公斤 然后握推45公斤 那我也有帮这些目标都设定了一些 就是重复性的关键行动 和一次性的关键行动 那重复性的关键行动 就是每周都要重复做的事情 那一次性的关键行动 就是在12周里只需要做一次的 那只要有完成这些行动 就可以确保我达成我的目标 那我也有把遇到的困难和解决方法都写下来 这样每次当我觉得事情进行的不顺利的时候 我就可以回来这边看当初的想法 就会让我比较快恢复动力 像我那时候在做线上课程的时候 就很担心课程不够完整 然后没有人要购买 但是我当时写下的解决方法就是抛弃完美主义 因为没有一个产品 它在刚上市的时候就是最完美的 那我觉得iPhone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所以每次在我有这个需要把课程做到很完美 才能销售的念头的时候 我就会想到 iPhone也是在经过消费者使用和回馈之后 在每一代进行改良 这就会让我放下完美主义 然后继续做我的线上课程 那我后来也才能在5月1号顺利把我的课程上市 所以我觉得写下这些内容多多少少还是会有一点帮助的 那我每个礼拜要做的事情就是重复执行设定好的关键行动 所以下面这边有一个关键行动执行力 那点开来看就可以看到每一周的表现 那可以看到有些周数就是我表现的还不错 像前两周我都有完成一半以上的关键行动 但是到了第三周就可以看到我只做到21% 然后第四周只剩7% 可能是因为那时候快过年了 所以就有点偷懒 不太想做事 那到了第六第七周是0% 是因为那两个礼拜我和家人去纽西兰玩 所以有很多关键行动都没有达成 但其实这也没有关系 因为这个计分版的用意不是说要每一周都达到100% 因为那是不可能的 除非你的关键行动设得很简单 很容易就达成 那它也不是拿来打击你的信心用的 就是看到自己的执行力很差 就觉得很灰心 这个计分版的目的在于提醒我们每周都要做我们该做的事情 然后让我们清楚看见 而不是凭着感觉来衡量我们的执行力 因为我发现以前太容易高估自己做的事情 就是觉得好像每天都做很多事 但实际要我说我做了什么 我好像也说不太出来 所以有了这个计分版 我就可以很清楚知道我这几周有几个关键行动要做 然后我完成了几个 像我把这个properties打开好了 就点这个properties 然后下面这边有就是全部关键行动 还有就是完成的关键行动 那就可以看到我的全部关键行动随着我的周数会有变化 就是可能到后来就是关键行动变少了 因为一次性的关键行动完成了 可能我也有在关键行动上做调整 那就可以看到后面就是这几周的关键行动剩9个 那像上一周我只完成了4个 那在上上一周完成了8个 那我就可以很明确的知道就是我每周做了哪些事情 就不是凭感觉在衡量我的执行力 像我的关键行动通常就是每一周要写讲稿和录影片 那如果我这周有完成两篇讲稿 我的完成数就是2 那一次性的关键行动就比较明确 像产出48支YouTube影片的一次性关键行动 就有建立影片生产系统和找影片剪辑师 那我也很顺利的在今年1月找到我的剪辑师Rita 那合作到现在她也帮我剪了十几支影片 那我也有在Notion里建立影片生产系统 帮助我在制作一支影片的过程中变得轻松很多 那回到我们的目标资料库这边 可以看到我的YouTube影片已经做了24支 那就有在进度上 但是我的江饼小时只写了20篇 就有一点点小小的落后进度 那我的线上课程就是完成了我的目标总数 至于维持身体健康 我帮自己设定的目标是 深蹲100公斤 然后硬举150公斤和握推45公斤 那我原本是设定在第一个12周 也就是3月1号的时候要达成 那只有硬举有超过原本设定好的目标 达到160公斤 但深蹲和握推就没有达成 所以我就往后延迟到9月1号 就是再多给自己一个12周 然后重新设计我的训练菜单 多增加一些腿后侧 胸部和背部肌群的训练 那我也有重新帮我的硬举设定新的目标 也就是170公斤 希望可以再挑战自己 所以这个12周年计划的好处就是 它让我可以很及时的调整目标和计划 不像以前都是过完一年才来调整 但通常这些目标就不会达成 所以又会变成明年的新愿望 那目前我的目标都还算有在进度上 所以我觉得12周年计划执行起来还不错 那接下来想要回顾 上半年发生的一些值得记录的事情 点开我的月资料库可以看到 每个月我都有记录一些大事迹 因为我除了进行每周回顾之外 我也会在每个月结束的时候 整理这个月来发生重要的事情 那这些都是从平常记录的小故事 在精选出来的 那可以看到就是在今年1月的时候 就是我第一次参加Podcast访谈节目 然后是早安杰森邀请我的 那我也有找到Rita成为我的影片剪辑师 过年的时候也和我哥骑机车去环岛 然后也有把她录成Vlog 2月的时候就是带我的家人去纽西兰 开露营车自助旅行 那也有把她录成Vlog 然后第一次参加公开演讲 就是到文化大学分享有关时间管理的主题 那这段期间也陆续收到一些厂商的合作邀约 像是MOFT和Intuition Lab 还有参加第二次的Podcast访谈 那3月的时候第一次尝试团购 就是和薛访优格合作 我那时候其实犹豫很久 因为我很怕没有人买 觉得很丢脸 所以一直迟迟不敢接团购 但是后来想说试试看 就算不好也没有关系 反正就把它当成一个经验 那还好后来小张饼都有很支持 所以就成效还不错 那就非常谢谢大家 那我也在3月的时候 第一次参加我们健身房办的建立三项比赛 获得第二名的成绩 那后续也有持续收到厂商的合作 4月的时候则是第二次收到商业周刊邀请我 为书写推荐序 那这次写的是 The Gap and the Game 收获心态这本书 那这本书真的非常棒 就是推荐小张饼去阅读 那书中有提到一个改变我很深的观念就是 跟一开始的自己做比较 不要跟理想的自己做比较 这让我在追求目标的过程中 变得更快乐 然后更享受这个过程 那我之前也有做过一支影片分享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点击上方的连结去观看 那我也有收到厂商跟我说 我画的百月和小百月地图 就是我房间后面挂的这两张 就是有卖了快3000张 就真的觉得超开心的 因为这两张地图是我第一个出的实体产品 所以就非常谢谢小张饼的支持 再来是和Intuition Lab合作的团购大容量的水壶 就是这个 那会想要团购这个水壶 是因为我觉得它有一个很棒的设计 就是它这边的刻度是用时间 这样时间一到 它就会提醒我要喝水 那我觉得这就是实践了 James Clear在原子习惯中提到的 要培养好习惯最好的方法 就是让习惯显而易见 那这就让我很轻松地养成喝水的好习惯 那五月的时候就正式发布自己的线上课程 那加入的小薑饼也比预期的多 课程也很顺利的帮助很多小薑饼 因为他们都有在课程评价留言给我一些回馈 所以就觉得还蛮开心的 那五月也帮自己庆祝27岁的生日 发布了一支影片 分享近期学到觉得对我的人生很有帮助的观念 那如果小薑饼有兴趣 也可以点击上方的链接去观看 那六月的时候则是参加了大学同学的婚礼 然后第一次当伴娘 就还蛮特别的惊艳 还有和乐比见面 那他是StandFirm的员工 然后同时也是一位创作者 有在经营自己的IG粉专 所以在聊天的过程中就有蛮多共鸣的地方 觉得很开心就是又多认识了一位创作者 那以上就是这半年来发生比较有趣的事情 最后不免俗的还是要分享上半年阅读的一些好书 那这边分享三本最近阅读到觉得很不错的好书 那第一本是Why We Sleep 这本书帮助我改善最近失眠的问题 因为Matthew Walker在书中有提到 造成现代人很容易失眠的原因 像是3C产品和LED灯泡的发明 然后有解释他们是如何影响我们的睡眠品质 那我也有尝试一些书中提到的方法 真的觉得睡眠品质有得到改善 因为我发现睡觉其实 并不是从我们躺在床上那一刻才开始 而是从一早我们的行为 就决定我们那天晚上能不能睡好 像是早上几点喝咖啡和有没有睡午觉 然后一直到晚上睡前几点运动和晚餐吃的多不多 还有房间的灯光和温度都会影响我们的睡眠品质 所以自从看了这本书之后 我才开始注意一些生活的细节 那我也有作为一支影片分享 帮助我们改善失眠的八个方法 那如果你有兴趣 欢迎点击上方的连结去观看 第二本书是How to not die alone 这本书非常有趣 就是它是教我们如何建立和经营感情生活 那我在还没接触这本书之前 一直觉得感情就是等到时间到了 它自然就会出现在你的生命中 但Logan Uri在书中提到 感情是需要付出时间和努力去寻找的 而不是被动的等待 而且它也不像我们小时候看到的童话故事那么美好 就是男女主角看到对方就一见钟情 然后就可以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 因为感情应该是双方都需要付出努力一起经营的 而且结婚后要怎么维持良好的关系 才是真正的挑战 所以怎么选择人生伴侣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只是从来没有人教过我们 而且大家好像也都避而不谈 但这本书很棒的是 它分享很多可以实际应用的方法 帮助我们找到潜在适合自己的伴侣 所以如果你也想要找到适合自己的另一半 就还蛮推荐大家去阅读这本书的 第三本书是 How to Win Friends and Influence People 这本书教会我如何有效的和人沟通 然后减少摩擦 因为我还记得我在刚进医院 当住院医师的时候 因为就年轻不懂事 然后刚踏入职场 一开始都会很理直气壮 就明明觉得我讲的有道理 为什么不听我的 但后来渐渐发现有很多时候 沟通并不是谁说的有道理 谁就赢了 还需要考虑到很多其他的因素 那我觉得书中有提到很多方法 都是可以实际应用到职场上的 像我就有偷偷在职场中尝试过几个 发现有一些效果还不错 所以如果你也跟我一样 想要学会如何更有效的跟别人沟通 然后让别人在不受冒犯的状况下 听从你的建议的话 还蛮推荐可以去阅读这本书的 应该会提升不少职场的影响力 那以上就是推荐的三本好书 以及我在2023年上半年执行 12周年计划的成果 目前看起来都还算蛮顺利的 那希望这样的分享对大家有帮助 如果你对我如何做年度计划有兴趣 欢迎点击这支影片去参考 那如果你对我阅读过哪些书有兴趣 欢迎点击好书俱乐部系列影片 那我们就下支影片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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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